其实就不止只是股市和经济矛盾 其实经济数据互相都有很多矛盾位 大家会看着务力 就算去宝威尔不断说劳动市场很强 就完全不提一些ISM 就是那些制造业的数据 其实那些就不是那么好的 就是订单很分化的 首先回答你经济数据自己都混合的 所以为什么才会 有时候大家就会看这个位置好像差一点 但是那个位置好像不是那么差 所以为什么会 刚才你也提到 为什么会有时候好像见步行步那样 但另一个位置 这个也是想强调的 就是我们经常都说经济是一件事 金融市场是一件事 就是两个是有相关 但是不一定要完全同步 大家都会很明白 经济动力的增长 或者经济体系大了很多 代不代表股市 一定要跟着经济体系 规模大很多 大家应该很有感受的 但是想说的一件事就是 现在去看的 如果你说几样东西 我们自己也曾经有个 用了经济去看的情况 令到我们今年初时的股票 比重也不够高 这个也是会见到 就是因为5月份 突然看到市场开始 债市就很反映经济 但是股市就在另一个层面 所以要有这样的分野在 所以其实你如果用 Hedge Fund的指数 就是我们公开那些 就是外面市场的Hedge Fund指数 就是对冲基金的指数 你会见到今年做得好的 那些是动力型的 就是纯粹追过市 不理会任何背后的东西 但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是很用基本面去看东西 很用经济数据去看 就是摆位操作那些 对冲基金的指数 其实它们就下跌得很明显 这个解答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金融市场 为什么经常都说 跟经济是有些距离 还有记住一件事情 其实每个周期都会出现 但是通常 刚确定升浪之前 大家都会很忐忑的 就是一个位置 通常都会说 企业的盈利 通常去到加息的尾声 其实企业盈利的增速 只要比加息的尾声的影响 其实企业的股价 已经的股值 可以慢慢自己升上来 就是股价和股值 这一件事 我估计是有时候最 我会说这个 有时候真的 要到见到的时候 才可以事后去看 但是这个理论 我估计是在大学读书 其实我估计很多 阿sir都一定会说 就是分析经济 和分析 Binance 有时候是有个 可能会有一至两季的分别 我估计 我估计